请观赏《康熙》,请锁金店。 请观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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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的布衣老师武次友 并掌握了他的心智 准备把他带去昆明面见王爷 随之武次友心性高傲 传到江心之时竟让他逃走了 让他逃走了吗 是啊 我们也曾在江中搜寻许久 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我想他是必死无疑了 可是羽良他坚实死要见尸 这时卑职拐教不严 无法说服于他 只好由他去了 真遗憾 我一直想见一见他 我听父王说 你把他教的一身好武艺 我正需要帮手 可是他还是没来 王爷命卑职带来信职一封 启禀大人 官司爷到了 快准备接驾 是 奇怪 康熙怎么会突然到我这里 保重 你先回避一下 但别走太远 是 万岁爷请 不知龙旨降临为您接驾 夫妻万岁涉罪 请起请起 不必举礼 朕信不走到十五胡同 想起来 你和姑姑姑都住在这里 所以顺便是 所以顺道进来看看 得意不快心 诗意不快口 吴三桂 好词 好词 正是臣父的讯事 得意之时 难免忘形 一旦忘形 免不了疏忽大意 所以说 得意不快心 至于失忆的人 多半都怀着怨怨 不满现状 容易成口舌之快 让处境更不利 所以要常常警惕 失忆不快口 皇上教训的是 正只是欣赏 平溪王的文采 没有别的意思 顾夫不必夺心 你父亲 公在朝廷 为我大清 奠定不败之机 听说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吧 回皇上 臣父的身子骨 是越发的不济了 最近受目击所苦 连家书都少了 你有一段时间 不能成婚定型 尽人子的孝道 他老人家 也不耐旅途劳顿 也没有进京的打算 你们父子相聚 也不太容易啊 谢谢皇上关心 皇上对臣父亲 和臣父子恩仲如山 臣父常惦记着 要为朝廷出力呢 南威他这么有心 当然朕想到 你停留在京城里 时间是不是长久了一点 你这个做儿子的 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 是 不是 不是 按朝纲 你是朕的臣子 你是朕的臣子 论私情 你是朕的孤兆 咱们就在这儿过一过心 如果你想回平心王那儿 是人之常情 朕体会得到 你跟你父亲 书信 来往得很平凡 朕不会多心 皇上 只要臣不负君 朕断不可能为 不义之君 刚才只有你一个人下棋吗 朕让周培公 留着 陪你下一盘好吗 虽然周先生奇异过人 正好借机讨教讨教 儿父 说讨教不敢当 且彼此切磋切磋吧 请 请 你就是人称无影族的飞贼 你不要叫得那么难听吧 什么飞贼不飞贼的 这个年头谋生不易 我就靠那么一点雕虫小气 飞檐走壁 混口饭吃嘛 比本事啊 听起来倒挺有骨气的啊 就是不知道 这办起事来 有没有这么灵光啊 你不相信我 就不必派人来找我 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你的话还真多啊 听好了 我要你去服有居 服有居 服有居 那可是戒备森林的地方啊 不过难不当我 好 我要你日夜监视着服有居 看看有哪些人在里面住 哪些人出入 这警战 我怎么跟你联络啊 你不需要跟我联络 也不用知道我是谁 我自然有办法跟你联络 这张银票你先拿着 事成之后还有重赏 如果你办得令我满意的话 以后有你好日子过的 好 告辞 我就不相信有什么秘密能瞒得了我纳兰明珠 周先生 你的奇异果然是名不虚传 和父 人贵有自知之明 您的失利 全是因为先前的杀气太重 胜败那兵家常事 凡是起头 总是要求胜心切 趁胜追起 我刚刚只不过是意识失守嘛 齐虽小道时与宾和 兵凶战围不能轻起杀鸡 这有道是 齐道合于人道 人道合于天道 周先生 您的齐法合于阴阳之变 又合于周天之术 这就是您所说的天道吗 天道乃大道 明明知道天道 却偏偏逆道而行 是不是实物啊 人道也好 天道也好 归根究底 要看谁谋算深远 兵法有云 多算圣 少算不圣 谁谋得深 算得远 谁便圣 这是主张人定圣天 然而人定圣天是小事 天定圣人是大事 不可重小事 而妄大事 皇上 只顾着说起 既然连被查识也没伺候 真是罪过 罪过 不用不用 这一路走来 留意到你的圆子 布置得非常不错 可是眼前停留的时间 不能太长 尚可喜 更精忠 这两位自省撤凡 你也听说了吧 是 三凡有功在朝廷 这个朕不会忘记 但是也不能不体察 凡王年事已高 这个事实 这让朕真的为难 臣单位军分忧解牢 皇上 您的一句话就是圣旨 有谁敢不从啊 宣索大人 明大人 周大人 敬见 臣等叩见皇上 丁身 谢皇上 回禀皇上 臣遵旨已将皇上 对吴阿妇的话 说给两位大人听 方才在吴府 臣还真的以为 皇上要放阿妇离京呢 那是诈道 也是为正道 就好比阴阳有两面 朕要借此机会 观察情势 朕请你们各位来 为的是同一件事 启禀皇上 现在名为三凡 实际上只有一凡 吴三贵在广西 又是主言又是野童 其心昭然若揭 那您以为应当如何 臣以为 不如就准了 耿京中尚和喜二人的车子 料那吴三贵 孤长难民 也要擒之车凡 再说 有吴高父在京城 让他也不敢要轻举妄动 轻举妄动的 只怕是明大人吧 吴三贵在广西 厚执实力 拥兵自重 如今我们还无从得知 他有多少兵力 存的是什么心眼 如今贸然下着撤翻 恐怕激起冲突 失去转环的余地 臣以为应当暂时搁置 自请撤凡的折子 一方面试试凡王的诚意 一方面表示朝廷 并未防击于他们 再者争取时间 打探吴三贵的动态 那周培公你的意思 那就是朕现在 什么也不能做 什么也不必做 皇上 撤凡不能急于一时 五六一大人曾经提起过 若三藩结盟 朝廷恐怕会有一场 硬仗要打 原来索大人是怕起战事 朝廷有皇上 有天威有明星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 就是先安抚 尚和西耿金珠两藩 那就不怕吴三贵 不明经收兵 回他那辽东老家去 安养于年了 五先生说过 不能战就不能言和 意思是说 要有旗鼓相当 才能叫对方 未战弹劾 这撤凡一事 关系社稷百姓 非常重大 非得有万全准备 方可有所行动 三藩每年良想 就超过朝廷税收的一半 又曾全体收税 是因越久 他们的势力就更壮大 不错 是应该有万全的准备 可是 只要今天有撤凡的共事 就应该速速商议 马上部署 既日之一 正是因为有 共同撤凡之事 我是沙场老将 我敢说 打仗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吴三贵年事已高 更不会轻起战断 臣请皇上 依周大人之意 以静志动 静观其变 启禀皇上 这么多年 樊王未曾请着撤凡 如今 要不顺水推舟 岂不错是天赐良计 所以恳请皇上 三樊一日不撤 朕就一日睡不安静 刚才周培公所分析的 非常有道理 所额图忧虑的 也是朕担心的 所以不能战 则无以言和 这件事全靠各位了 如果能够平和撤凡 才是百姓之福 但是 如果樊王起了异心 朕是一刻 也不能再忍下去了 你知不知道 你是我 锁不住的 爱上你 我结束难逃 为你做爱情的老 一辈子 让情说散 回来啊 小安 吃饭了 小安安 等师父奶奶把稀饭给炊凉了 师父奶奶 师父 您要小安安这么称呼您啊 是啊 你叫我师父 他当然得管我叫师父奶奶 喊了您这么多年 还是觉得喊师父比较亲切 从小就一直照顾我 抚养我长大 师父在我的心目中 就好像我的母亲一样 不晓得你的心中有没有这个我 让我抱一下 还是我来抱吧 你在宫里也累了一天了 来 你是在关心我 还是嫌我抱小孩抱得不好呢 你跟他在我怀里多开心啊 你没看到吗 他的眼珠子里只有我 就让他们爷儿俩好好的亲热一下 难得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安嘛 小安安只是个乳名 你将来还是个万人之上 一定要取个很正式的名字 这里还有谁比我更有资格 为你取个名字呢 对吗 虽然你是大家心目中的心肝宝贝 也不能叫你心肝宝贝 爱子也不行 虽然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儿子 而且还有爱心觉罗的爱字 那 诗道好吗 好 就诗道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有什么含义吗 诗的意思就是 代表我常常思念他跟他的母亲 也希望他们常常思念我 道呢 就是希望他以后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也可以 凡事按道理做 才能得到这多助 谢谢你替小儿起名字 不过 我觉得 他还是叫安安 我只希望他一生平平安安的 我就心满意足了 什么人 怎么样 外面什么都没有发现 还好只是一场虚惊 可怜小安安 这么小的年纪 就要跟我们过这种日子 我真想带着他 离开这全世之地 你看 这小安安啊 他真有大将之风 他比我们都震惊啊 啊 皇上 我看您还是早点回宫吧 免得太皇担心 顺便 你也带我向额娘问安 加三说得对 越少人知道我们的存在 就越安全 为了减少风险 皇上 还是越少来越好啊 今天白天的事 你都听得很清楚了 他分明是警告我 不可轻举妄动 还说什么天定圣人 怎么天意就会在他那边呢 我父王神经百战 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时候 康熙他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是的 您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宝主 你和雨良到底怎么说的 我交代他 不管有没有找到人 一个月之后 一定要和我在京城里会合 我可要仰仗你们父女了 是的 万岁爷 向你提到 要不要回到王爷身边的时候 我实在猜不出他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样 如果对你不利的话 是不是要硬干 要沉得住气 看父王怎么不说 只要不撤凡 眼前大局还不会有变 一会儿 父王叫你带的信呢 在这里 父王千里迢迢让你带信给我 却只是聊聊术语 等我保重身体 完全不提上科系 撤凡的事情 这实在有些奇怪 父王有没有另外的口语 王爷他没有其他的交代 只告诉我在京城要少露面 不要逗留太久 免得惹人疑心 惹人疑心 父王这么说的 是 孙妈妈 你能到宫里来看我 我真是太高兴了 是明珠大人要我来看你的 他挺惦记着你呢 是吗 哥哥想念我吗 一切也都还好吧 他很好 常在皇帝跟前议事呢 哥哥一表人才 将来谁能当我的嫂子 就是最幸福的女人了 你也是人人羡慕的贵妃啊 只要肚皮真切 生个一男伴女 荣华富贵享受不尽的 没有自由 荣华富贵 又有什么滋味呢 不能和亲爱的人 厮守在一起 生儿育女 又有什么意义 你太不懂得习福了 有多少的女人 想进宫来 又有多少的女人 想伺候皇帝也 当今有谁 比你嫁的人更尊贵呢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只要衣食无虑 又何必在乎身份地位呢 男耕女之 朝夕相伴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一直到老 才是最幸福的事啊 我真是不懂 那些柴米油盐的日子 有什么好羡慕的 你有吃有喝 样样不愁 你该知足了 今天我到花园里赏花 每一朵花都各有姿态 我仔细地看 突然领悟到 绫罗绸缎再美 也比不上花园里 随便的一朵小花 它开放在那儿 不管有没有人欣赏 都不妨爱它的美丽 花开是要给人看的 好了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你要趁你现在年轻 能装扮就尽量装扮 你能吃多少 就要好好地多吃啊 你看你 怎么最近脸色这么不好啊 最近我老是觉得疲倦 看到平常爱吃的点心 一点胃口都没有 这个情形有多久了 七天十天左右吧 七天 那你刚起床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 是啊 我想我是闲出病来了 你不是闲出病来了 你是有孕了 孙妈妈 你 你是说我 不会吧 我并没有恶心或是呕吐的现象啊 并不是说每一个女人 她怀孕了 都会有呕吐的征兆啊 来来来 快点坐着 我问你 你仔细地想想 是不是很久没来了 是迟了一个多月 但是我以为 没什么好以为的 别的事情我不敢说 生小孩的事啊 我绝对错不了的 这么说 这么说我真的要当母亲了 是啊 你是要当母亲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明珠大人 要是知道了 她一定会非常高兴啊 卉卉 恭喜你 恭喜你啊 但是千万要记住 这件事情 绝对不要透露出去 连皇上 都暂且要隐瞒着 为什么呢 这是为了你 和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 怎么说呢 皇上目前 并无子嗣 皇后又没有身孕 要是你肚子这块肉 是个男孩子 她就是死医长子 万一是个女娃 也是位长公主 太皇太后一定会宠爱 永家 总之啊 你是母以子贵 好日子过不完喽 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又绝口不提呢 宫中险恶 你还没有领教过 顺治先帝的几位妃子 就是为了争王储 而不择手段 谋害其他阿哥 皇上的兄长 也就是这样才夭折的 有这种事 我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太皇太后 沿进宫中的人 不可以谈起这件事情 为者力战 我可是冒了生命危险 告诉你这件事情 也务必要小心 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 坐不住的 珠儿 天大的好消息 天大的好消息 沈娘 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当然高兴了 我告诉你 慧慧已经怀了龙肿了 真的 你确定 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啊 这女人怀孕的事情 我绝对错不了的 真是太好了 天主我也啊 一切苦心 终于没有白费 小娘 你有没有提醒她 切勿张扬 有啊 我要告诉她 这件事还有你说吗 是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独币的道工 一个是标志的年轻女子 一个小孩 还有一个不常住在里面的男子 刮子脸 大眼睛 生如黄音 举止高雅 这不是有点像四公主吗 在宫里忙了一天 万人之上 但非贼说 那男子少年老成 尽管你 真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儿子 而且还有个爱心觉罗的爱子 这像是皇上的语气啊 你哪里是体贴我 你是在嫌我不会抱孩子 如果是皇上的话 不用朕而用我 那么这个女人倒是非比寻常 可是她为什么叫那个道姑师父呢 这还有谁比我更够资格为你取名字 这分明是为人妇的口气啊 人妇 皇上 孩子 照情况推断 可以大胆假设 扶佑居住的很可能是四公主 和被安抚的明朝公主独臂道多 如果那个不住在扶佑居的男人是皇上 而那个小孩是他的骨肉 那就难怪是娘 不敢妥落半个字 果真如此的话 那岂不坏了我的大事 好久没这么轻松散步了 今天的阳光真好啊 对小孩来说更好 是啊 师父 你累不累 坐一会儿吧 我怎么会累啊 你一直都抱着孩子 也不跟我换换手 我抱着安安 心里有一种满足的感觉 我总认为他好需要我 坐下来歇会儿吧 走了半个多时辰了 就算手不酸 脚也该乏了 师父 以前我看老子的道德经 读到为母则强 心里总认为 是从内而强韧 现在才体会到 不只是由内 到外都要更坚强 第一次见到你 对你在山上练功 仿佛是昨天的事 如今 你不但长大成人 还跟我谈起 出为人母的心情 时间 真是能改变许多的事情 这会是谁啊 只有我们师母的人才会如此做 糟了 门倒是 什么人 师父 师父 对不起 妈妈把你吵醒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怪鬼 怪怪怪怪 乖 怪怪怪 乖 怪怪啊 怪怪怪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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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什么人 大师可以叫我有心人 有心人 不知大师在笑什么 凡是有心来找本大师的 必有所求 求大师帮我了无痕迹的 除掉一个人 绝对可以 黄金一千两 这是黄金五百两 事成之后 另外一半如数奉上 看来你的确是有诚意 而且有心 好 你要把你除掉的人 他的身上八字告诉本大师 好 好乖 看样子 你不认为了 应援很喜欢天方 我说过他的小名叫安安 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取应援这个名字吗 为什么 一元父使万象更新 原字的含义 朕吻合了他是朕的第一个孩子 朕反复思量过 朕绝对不能重蹈先皇的覆辰 一定要先立太子 你不认为了 这样才可以断绝纷争 免除很多后患 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 我们换别的话题的 应援是朕跟你共同的骨肉 朕要昭告天下 立他为太子 不 不 为什么 反正 反正我就是觉得不妥 不需要 朕觉得有这个必要 朕很喜欢应援 更珍惜应援的额鸟 无论鱼司 鱼躬 这都是个上上抉择 你还忧虑什么 皇上 我不是在忧虑 我既不是你的皇后 更不是你的妃子 你怎么可以立她为太子呢 朕要立她为太子之前 当然会心疯你啊 我们不是早就说过 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吗 难道你真的要逼我跟孩子 离开这个傅幼居吗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跟孩子 在这里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呢 你现在快乐吗 我快乐 我这一辈子 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快乐过 你虽然口里这么说 你觉得朕会相信吗 在你眼里露出来的 全都是你的不安 和深深的忧虑 皇上 如果要照你说的 让我进宫寿封 封安安为皇主 你知不知道 我不出三地院 我就会忧虑而死 皇上 宫里面有政在 难道一国之君 也不能给你保障吗 你还忧虑什么 全都是你的借口 皇上 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意 在你想 你认为 我一定要成为你的后妃 我跟孩子才有名有份 可是我只希望 我只希望他能够 你不明白 恶娘朕了解我 她绝对不会同意 她绝对不会让她的后代 毫无名分 永远流落在外地 你要知道 一人是朕跟你共同的骨肉 朕喜爱她 她应该受到万人的尊崇 万人尊崇 万人尊崇 还不如能够安稳平静地盖睡钟晓 牛儿 出现了 你们看 俺突然口吐白沫 你怎么了 爱上你我结束难逃 为你做爱情的老 一辈子让情说再来 诊断的结果怎么样 他患了什么病 所以皇上 陈等竭尽心力反复解释 仍然断定不了二哥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 这算是什么话 他病得如此严重 还诊断不出来 臣罪该万事 但二哥除了脉搏起伏固定之外 臣等并未发现有其他异象 因此 臣等以为有必要回去召集全体太医 集思广义 共同寻出病因才能 那还不快去 找出个病因来 臣遵旨 是 禀皇上 为了多增添一条救治的管道 奴才想到京城走一趟 去拜访一下民间的民医 说不定能找到一位救治阿哥的大夫 快去快回 奴才遵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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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娘的宝贝 你一定要好起来 一定要好起来 阿姨 阿姨 你放心 小伙子 帮我拿上来吧 好 来 给你 小伙子 你能把我的拐杖给拿上来 帮我付酒钱 你不讲对不起 你害我帮你付酒钱 什么道理 哎呀 千里下 净是些没道理的事 你多做一件又何妨啊 你说什么没道理的事 帮我付酒钱呢 我没时间跟你耗 哎 哎 小伙子 哎 你多做一件又何妨啊 哎 哎 哎 小伙子 哎 哎 你自己拿去吧 好 谢谢了 哎 嘿嘿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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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 安安到现在都不省人事 连太医都找不出兵医 就连天方找来的兵医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了 你不要过度忧虑 你不要过度忧虑 天无决人之路 就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皇上 我看你还是先回公公 不好 这要留下来陪你 不用了 安安有我 还有天方在这就够了 我知道你安安安 可是你在这也于事无补啊 更何况 我相信安安他如果知道你为了他 而悟了国家大事 他也不会愿意的 甲三 你回去吧皇上 只要他有任何的变化 我会要天方赶快通知你的 你如果太医药了 你不能够动 何够他 房子 你得以来 当天机担心 我才能连你 尊雀 彼此 回去吧 皇上 回去吧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 我 坐不住的 爱上你 我结束难逃 为你做爱情的老好 一辈子 让情说在 这两三天没有看到师父 不晓得他老人家到哪里了 师父他 冰小姐 外面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疯婆子 硬要闯进来 赶紧赶不走 这怎么回事 我去看看 疯婆子 这女人不能乱闯 高牙旅动兵不是好人心 我可是一片好心 好心 你会随什么好心 救人哪 难道里面不是有人病得快要死了 护手 护手拔道 把他改中阵 住手 大娘 你怎么不来这里 大娘 天下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去的 你刚才说 里面有个人病得快死了 是不是 难道不是吗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就是知道嘛 而且我更知道 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难道你们想做事不救 让那个孩子坐以待毙吗 是谁 呃 要他现身 未必给他现出原形 我从不相信 誰能擋住本大師的路 我總算找到你了 其實是誰破了本大師的法術 至少我總算找到你了 是你 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你這個七十滅族忘恩負義的畜生 三十年前被將你們除掉 留下你這個禍根 是我的錯 錯 錯在我不該好心叫了你 想不到你一點情意都沒有 反而恩將仇報 把我爹給殺了 廢話少說 你究竟想怎麼樣 我要為爹報仇 同時也要為當年以心愛意的雀臣報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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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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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迷恋著你的好 愛想你 我結束難逃 為你做愛情的老 一輩子 讓情緒在我胸口老 愛想你 我結束難逃 心為你 整個碎掉 愛不斷 迷恋著你的好 愛想你 我結束難逃 為你做愛情的老 一輩子 讓情緒在我胸口老 愛想你 我結束難逃 心為你做愛情的老 心為你做愛情的老 因為你 整個碎掉